大家好,本期的视频主要是要聊一下 未来一段时间,激战翻解说的更新顺序 早在去年的10月份,我就出了一次更新顺序 不过因为最近一年,更新也不算特别前 加上我们人在和大魔神的集数太多 目前根据那次计划的也只完成到盖塔 这次的计划对比第一次加入了两部翻剧 在顺序上也有一段的变化 首先,盖塔,盖塔G,盖塔萨嘎漫画 讲到G,这个顺序不变 后面以前定的是高达雷079 插入魔人Z大魔神的漫画解说 也叫无敌铁金刚 这个漫画分两个版本,我都会聊一下 漫画的内容并没有很多,也不会占太多奇数吧 魔人Z大魔神漫画解说后插入勇者凯撒 也叫勇者X凯撒 这个纯音译了日文名 之所以插入这个翻剧 是因为未来会讲一个勇者系列的游戏 新世代机器人战绩 这个游戏相关的动漫都会慢慢插入到激战回顾计划中 即便在激战参战的比较晚也会提前插进来 勇者凯撒讲完后 如果按照上次的计划应该是高达0079 不过因为后面一串都是高达 而我的粉丝目前关注我主要是因为超级系 所以高达虽然还讲 会直接开第二次回顾计划 相当于超级系和高达一起更新 而高达的更新计划也会出现一点变化 由动漫作为主要素材 改变为游戏和动漫一起 什么时候想要的游戏素材打完了 就直接开 所以有可能直接更新两个激战动漫 一个高达一个超级系 高达原先的顺序为 高达0079 高达Z 高达ZZ 高达逆级下压 高达F91 稍微改变 把高达F91改为F90到F91的全部剧情 F90是一部漫画 F90到F91中间还有一段剧情 加上F91 当高达这些全部讲完 再讲讲超级系统大战HD这款游戏 这就是超级系统大战动漫回顾计划的1.3版本 在勇者凯撒讲完后 会直接开第二次超级系统大战回顾计划 第一个就是古连泰沙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